穿黑衣的男子趴倒在地 痛得紧閉雙眼 因为他的手脚 全被盾气大断变形 头部红肿 警告意味浓厚 医护人员货报到场 把人抬上担架送医 但光是翻身 就让男子痛到崩溃 是有警方在现场发现 三条黑色束带 怀疑男子遭人虐打 丢包在副顶巾或葬场后方 根据了解受伤的 陈姓男子绰号咖啡 浅客累累 是警方偷痛人物 16号凌晨 他独自到高雄一家五厅 疑似要呛下约战 被两台车八名扼煞 当众押走 但就不是他第一次被围殴 台北这里听到我告诉你 早在二月底他就曾被台北方派 聚众围殴 事后他又上脸书 直播嗆瞎 到处开战场 惹猫不少 道上兄弟 这次疑似是惹到无厅业者 才被押走 虐打丢包 目前警方扩大侦办 要揪出幕后黑手 记者林正月太庄 及高雄报道